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曼,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小曼的蛮聊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终末的女武神 人类即将灭亡,不是因为核战争,小行星碰撞,外来生物的侵略,而是神的旨意 人类肆意无览环境,不仅大海满是垃圾,森林不断消失,生物也在接连灭绝 在神的眼中,人类就是地球上最大的毒瘤 所以千年一次的众神会议上,众神决定要人类灭亡 但就在那命运之锤一锤定音之时,拥有人类血统的女武神布伦西尔德表示了反对 提议按照宪法,让神与人类进行一对一对决 以十三比十三先取得七场胜利的一方为胜利方 若人类输,者灭亡,若人类赢,允许其再生一千年 当然对此众神很是不屑,人类想要战胜神简直是天方夜谭 坚持,女武神布伦西尔德只轻轻地说了句 你们这是在害怕吗?在害怕吗?在害怕吗? 明显这挑衅到了众神作为造物组的威严 众神之祖宙斯更是觉得有趣至极 当即拍板决定生于人类进行一对一对决 并令女武神负责从人类历史中挑选出最强的十三人 斗鸡场人身鼎沸 第一战便是北欧最强神雷神索敖 对战人类最强英雄吕布 随着薅角声落下 两位最强闲停信步地走向了对方 不愧是最强的气势 双方都不屑于开启防御,唯我独尊 而后方天画戟雷神锤两项相机正推了双方 紧接着吕布一个信步举起而来 索尔一举锤银机正推对方 后月身而起,两两相撞 双方力量不相上下 而就在众人以为双方僵持不下之时 索尔双手握锤向后倒去 没错,他将要使出那招传说中的索尔之锤 太古时期众神之国因高强包围 抵御了一次次巨人国的侵袭 但那一天,墙被突破了 巨人大军大肆杀戮 守护骑士根本不是对手 纵神之国瞬间沦为了地狱 身陷毁灭危机 就在这时,索尔战而出来 只见他一锤一个小巨人 独自歼灭了所有敌人 而这一击必杀的招数 便被大家称为索尔之锤 即斗神雷锤 此次索尔再次系上这必杀之锤 众神亦为之沸腾 仿佛已经见到了人类的败落 然而戴烟城散去 这仿佛必然的结局改变了 只见索尔胸部被吕布的方天化戟 划开了一道口子 吕布却毫发无伤 这一刻众神不可置信 人类却为之振奋 而索尔和吕布则同时 蒙生出了惺惺相惜的感觉 据证是三国志祭载 吕布乃吴元郡九元县人 从幼时董世奇 就已经踏上了寻找最强对手的旅途 他踏遍欧亚大陆 遇神沙神遇佛沙佛 直至阻挡在他面前的人消失 然而在耗时三四多年的旅途尽头 全天下以无人能语之匹敌之时 被曹操送上了断头台 因为吕布觉得无敌是多么多么的寂寞 活着实在是太无聊了 所以甘愿被俘 而此时终于遇到能与自己匹敌的对手 吕布又重新揽起了跳动的心 与此同时看着竞技场上旗鼓相当的两人 走私发现了毛腻 原本人类的武器碰上神的武器 即刻便会灰飞烟灭 但吕布的方天化级却丝毫不受影响 不过当看到谢尔德时 走私了难了 女武神的工作是灵魂搬运者 他们降临到地上 是为了挑选最强人类的灵魂带往天界 为即将来临的天界危机做准备 将灵魂变成神兵 但自古以来也流传着一种传说 女武神们准备应付的并不是什么天界危机 据说能够和照往天界的斗士产生共鸣的女武神 会将自己化身为斗士最合适的武器 将他们足以匹敌神明的力量连同身体献出去 那种能力名为沃伦德 同时也代表着 人类与女武神会一心同体同生共死 当然该武器会将女武神各自的特性附着在上面 换言之 此次神人对决简单来说就是 女武神们收集斗士灵魂 使用女武神给她们的力量与神战斗 女武神们在挑战神 在战斗开始前 谢尔德便召集了自己的十二位妹妹 此次吕布的方天画集便是 十三姐妹中四姐 蓝蒂格瑞斯幻化而成 名为盾牌破坏者 用以对抗雷神索尔的神器 雷锤以及铁手套 雷锤是能够击碎大地的最强神器 但其强大的力量以及龙岩般智乐高温 连同使用者都会被一并毁灭 所以索尔必须戴上铁手套 保护好自己的双手 铁手套杨格利佩尔是天界最强的防具 但就是这最强防具被方天画集击碎了 并且索尔还有被划伤了一刀 而祸不担心 那雷锤竟然苏醒了 智乐的高温跳动了心脏 让人根本无法相信 索尔可以徒手握住雷锤 但索尔却在掉了另一只手套 从容淡定地举起了雷锤 原来所谓的手套保护双手的说法是错误的 那双手套并不是为了保护索尔不受雷锤的伤害 其实是为了抑制索尔的力量 避免让他将尚未觉醒的雷锤捏坏而已 毫无疑问 随着索尔火力全开 战斗来到了高潮 只见索尔直接将雷锤甩出 直击履步而去 不过吕布一个下腰就躲了过去 并立马举起而来 朝着索尔攻击而去 但下一瞬间 雷锤却回旋而来 直奔吕布后方 不得已 吕布用方天化级改变方位 躲过了其追击 而雷锤则回到了索尔身边 曾是索尔手握雷锤 利用回旋而来的速度 与离行力使出了踪迹一击 正面香港力量之大 观众都看得心惊胆战 但吕布却接住了 不过人类之躯如何能抵住 神器的力量 其双腿直接粉碎骨折了 眼见吕布再无暂力的可能 索尔就欲举锤准备给他最后一击 但就在这时 赤铜马感受到了老朋友的需要 从场外冲向了吕布 而后在人类的呼声中 吕布站了起来 正一举动 索尔很兴奋 是值得他尊敬的对手 而吕布也同样回忆了自己的诚意 准备使出那招必杀之计 年少时 吕布曾亲眼见到过 落雷劈开巨大的树木 那时候吕布就在想 天一定有着很厉害的家伙在 于是即便到了世间无能能敌的那天 吕布依旧不懈地追求武艺的高峰 将自己置身于天地间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不断挥舞着自己的方天化极 直至拿挥挤之力划破天际 而这招便是天参 而后便见吕布手握极柄 权力挥出 同样索尔一世毫无保留权力出击 两立相撞 威力之大直冲天际 而待一切恢复平静 胜负也有了定论 只见方天化极粉碎消散 女武生四女 已随之消灭在了世间 而吕布的双臂也同样被粉碎了个干净 但吕布却觉得无比的尚快 毕生所学终于用上了 而后升跨赤兔马从容赴死 索尔也以一锤直接避其命 献上了自己的敬意 神对战人类 第一回合 以雷神所好的胜利落下了帷幕 永时16分28秒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可以的话 请订阅开启小铃铛支持一下 谢谢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